西游记中的这个人是个迷一样的男人,三界之内无人知道他的身世来历。 吴天这个大魔头法力其高,其法力应在如来之上,如来深知不是吴天之敌,为了维护佛家尊严,便自行了断,是想连入了佛祖这位三界一等一的高手都不敌吴天,放眼三界又有谁敢和吴天正面交锋呢? 吴天的目的就是为统一三界,这个野心可比曹操多大,曹操也只是要一统天下,当然,吴天野心之大,人家也是有实力的的,一开始吴天仅用数日时间便当凭了有佛界,仙界组成了天界,天界可是三界之首,占领天界也就意味着一统三界。 其实表面上如此,可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天界跟凡间比起来世人少物兮,区域之广袤,地形之复杂以及物种之多样,都无法与凡间相比,故凡间比之天界是神秘的存在,好多上古大神的气息之所都在凡间, 还有散仙以及义务成仙的凡人,或者是机缘巧合,发现圣物而成仙的凡人数不胜数,俗话说高手在民间就是这个道理,天界只是表面上风光,论高手之多以及高手之强,还是凡间占绝大优势。 但是,吴天还是比较幸运的,因为他自认为占领天界就是统一了三界,故他没祸害凡间,若是他胆敢祸害凡间,估计早就被秒杀得形神俱灭,更别提可以坐镇天界三十三年了。 不过吴天曾为了找如来的转世下借过,只是没对凡间造成巨大的破坏,说起来,他应该感谢一个人,若不是此人出手阻拦,估计吴天已行神俱灭。 话说吴天亲自带黑袍护法和巨蟹追捕如来的转世灵童,大鹏鸟与孙悟空拼命抵抗,曾在吴天法力实在太强,这两位和吴天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。 没多久大鹏鸟与孙悟空便败下阵来,眼看如来转世灵童,就要被吴天带走,孙悟空绝望之际,大喊了一声,土地公。 怎想这一声下去,真的把土地公喊上来了? 倒不是孙悟空想找土地公帮忙,在他心里土地公只是一位不入流的小仙,又怎能打得过吴天呢? 孙悟空大喊土地公,只是一种思维定势,每当孙悟空遇到难题之时,他都会喊土地公来解一大祸,后来便习惯了如此,故刚刚他才喊了土地公。 土地公向孙悟空略以失礼,大圣叫小神有何事? 孙悟空这才发现土地公与往日的不同,此时在土地全身上下,散发着无比强大的气场。 这气场让孙悟空很想跪下,孙悟空在看土地公的眼神,把他吓了一跳,因为土地公的眼神充满了威严,而不像以前那样的唯唯诺诺。 吴天也被土地公身上强大的气场所折服,若不是他用定心咒,强行抵抗此股威力,估计他早已跪倒在地了。 深谙世道的吴天知道此次是遇到高手了,好汉不吃眼前亏吗?趁着眼前这位大仙没有发火,吴天丢下手中的转世灵童,带着黑袍巨蟹逃跑了。 眼前这一切可把孙悟空与大藤鸟惊呆了,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土地公有如此神力,没出手竟能将吴天吓跑,放眼三界估计也只有土地公了。 他俩回过神来正想谢过土地公,可土地公却消失了踪影,任凭孙悟空怎么叫唤,甚至金箍棒都被孙悟空摔断了,也没见土地公再出来。 土地公是个迷一样的男人,三界之内无人知道他的身世来历。 有机关 有机关 有機关